4月16号,2019,李宁、李永波杯3v3羽毛球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,奥运冠军傅海峰、赵云磊、世界冠军徐晨、汪欣极力亮相。 傅海峰和赵云磊表示,中国队有信心重新都会速杯。 2016年旅游位会后,中国羽毛球队成绩下滑,国际比赛中拿下两斤也相当困难。 今年以来,在全英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公开赛上,中国队狂揽七斤,带有重回巅峰之势。 展望五月份在广西南宁举行的苏迪曼碑,傅海峰说, 我们当然是希望全力保证中国羽毛球队去冲击这个冠军,因为从上一届17年的苏碑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比赛,结果最终在决赛我们失利了没拿。 当然我们希望这是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主场优势,我们去把这个苏迪曼碑去夺回来,我觉得我们有信心。 苏迪曼碑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,尤其是本届苏碑是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, 赵云磊希望今年中国羽毛球队可以顺利拿回苏碑。 谈及年轻运动员的状态,赵云磊说,希望他们慢慢积累,走好奥运会之前的这段路。 今年我觉得他们会,其实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吧,因为整个整体的表现,年轻的运动员已经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改观, 倒并不是说他们在成绩上会一步登天,因为这个东西还需要他们慢慢的累积经验, 但是呢,在明年奥运会之前,我觉得他们会走好这一段路吧,然后期待他们明年的表现吧。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,傅海峰、张云磊、徐晨、汪欣还和队友相互组合,进行了一场3v3的游戏竞在分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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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